這間房子它是位於在內湖的新雲重劃區 那本物件它全狀坪數是19.6坪加上一個機械車位 位在內湖新雲重劃區屋齡20年的兩房中古屋 19.6坪總價2000多萬 三面採光通風家生活機能好 像這種小宅是不少年輕首購族的首選 現在已經有買家 它目前的開架是2288 那這個買家它也是要使用青年貸款 現在的技術的政策這樣 為了減輕小資族首購族的買房壓力 政府推出新親安貸款 房貸利率下調到1.775% 貸款金額提高至千萬元 還款期限也同步放寬 增加青年的購物意願 就是貸書再簽 包含我自己遇到的客人 其實尤其是在青年 30歲到40歲這個年齡層 不管是在台北市或是新北市 這樣的量體是突然暴增蠻多的 貸款的條件現在可以拉到四十年 那貸款的條件又可以拉到一千萬 那舊的親安貸款它只能貸八百萬 那個貸款年限它可能沒辦法到四十年這樣 所以這個的條件是比較多族群上會選擇的 新親安貸款帶動買房熱潮 八月份六都建物買賣移轉動數 月增率年增率都同步正成長 尤其是低總價的中古屋及相對平價的蛋白區 人氣大增 新親安房貸上路後 可以減輕首購族的房貸負擔 就有房中業者調查發現民眾的購物意願 是增加了近八成 而在貸款年限上選擇四十年期的是近三成 顯示高房價下也考驗交費者的房貸負擔能力 根據財政部截至八月底的統計數字來看 新親安貸款上路一個月後 八大行庫單月撥款金額167.86億元 跟七月相比超過一倍 受理的申請量八月有六千多件 更是七月份的三倍以上 無論是戶數還是金額都雙雙成長 很多民眾想買房子 但是過去因為沒有一個良好的政策 來刺激鼓勵他們買房子 等到利多政策出來 剛好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大家一股腦就趕快衝出去買房子 造成新親安房貸的申請數量爆棚 全台灣的買期確實是有明顯的成長 八月份的整個成交量 其實成交量是有回溫 跟新親安貸款專案也有關係 但是另一方面其實 也就是說打草房的這個所有的因素 利空因素都已經動化 所以我們看看這一波這樣子 這一兩年的打草房 基本上假性需求已經沒有了 但是已經達到剛性需求 但是這些剛性需求 等待已經很久了 就一直要急迫的 等著要買房子 所以現在應用新親安專案貸款的 大部分都是急迫性的 那又因為有貸款的優惠 所以他當然要搶先 地緣性的買盤 他就慢慢的歸對 政策升級也讓有購物計畫的民眾 加速進場 伺機剛性需求的買盤出現 對房市有明顯的拉抬作用 但專家提醒 政策推動有效期只有三年 越晚申請補貼期限就越短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說他只有三年 他不是常態性 讓人家的感覺是在選前 臨時又弄一個短期的政策 那這個有一點讓人家覺得是 在政策買票的嫌疑 所以無論如何 當然他正面會大於負面 但是也就是說 另外一個結果 間接的結果的影響 就是低總價他又更下不來 因為這個需求供需上 低總價的供需上 在乘务市場的供需上 還是有一些急迫性的需求比較強 所以變成供需上比較吃緊 新清安貸款效應仍在發酵中 但這種長期貸款的形式 首購族也要量力而為 以免成為巫奴 TVBS新聞 何嘉楊 顏瑞生 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